上次大崩发出预告说马桶人第77集part4还要一到两个星期才会放出 结果就在刚刚他爆出了最新的预告截图 内容真的是超级的疯狂 我经过了一些些的解析后 确认了大崩之前承诺过的事情全部实现 我认为这一part完结后 将会是马桶人第77集完整版 是截至目前为止最为疯狂的一集 马桶人宇宙将会登上一个新的高度 这不是毫无底线的夸赞 等大家看完预告截图的解析后 就会知道真的名副其实 不过在正式解析预告截图之前 我们得将之前预测过的发展给大家梳理一下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剧情发展的合理性 下面进入正题 在第77集正式开始之前 泰坦电视人回到了电视人基地与电视博士一起 看到了监控人3.0小队出发支援前线的影像 对此表示担忧 但是电视博士表示不要担心他们 你才是天文的真正目标 假如你出现在前线战场 天文就会专门派出强大的单位来针对你 直到把你搞死为止 而且你不出面也没什么问题 音响人那边一直都有秘密的准备舰队 他们可以搞定救援的事情 电视博士一边阐述事实 一边喝着咖啡 虽然喝咖啡的行为产生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场景 惹得助手电视人呵呵发笑 但是也能理解为大东通过电视博士的表现告诉观众一个电视博士所说的内容是事实的线索 不过电视博士的话不知道算是点醒了泰坦电视人 或者说是起了反效果 反而是让泰坦电视人选择主动出击 以身入局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从马桶人第77集part3的结尾来看 就下了大部分的监控人3.0小队成员 并且成功地引诱出了面具天文 虽然泰坦电视人自己身受重伤 但是对于计划而言 应该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接下来的马桶人第77集part4部分 就应该是计划的下半部分 大崩刚刚爆出的三张预告截图 就透露了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依次查看所有预告截图 再来进行解析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将其中两张预告截图 拿出来一起看 一张是泰坦电视人 另外一张是面具天文 其中泰坦电视人的这张 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它的电视屏幕 考虑到角度变换的因素后 与第77集part3结尾为止的 泰坦电视人的屏幕碎裂样式对比 会发现预告截图当中的 泰坦电视人的屏幕伤痕并没有发生变化 再来寻找一下其他的细节 比如主显示器旁边的显示器 肩膀上的显示器 背后的爪子 身上的装备 最显眼的核心等等等等 都没有对比出变化 我严重怀疑这张预告截图 与马桶人第77集part3结尾的泰坦电视人 亮相场景完全一致 虽然它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表情符号 但是这张预告截图 在正片当中出现的节点 应该不是结算阶段 就是第77集part4开局的可能性极高 而且预告截图当中 泰坦电视人的姿势也没有变动 似乎是与主视角产生互动 出现了笑容符号非常合理 不过看到这个皱眉笑脸 让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就好像是要说出那句 等我回来就取你的既视感 虽然我个人并不太确信 泰坦电视人会被大崩给弄成什么悲惨结局 但是现在这张图就是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回顾一下泰坦电视人 在马桶人vs监控人第77集part3里面的战斗 每一个天文出来 都给他留下了一些伤痕印记 这还是单对单的模式 假如换成实力更强 数量更多的天文一起乱斗 泰坦电视人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 真的是超级的低 因此对他的安全担心 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在这张预告截图当中 还有三个非常显眼的字母 粗看不解他的意思 但是摆放的位置很有特点 同时观察到其他的预告截图上 也有类似的字母 因此怀疑这是大崩 又一次更换了提示词的公布方式 既然现在无法进行解读 我们就把这几个字母先保留下来 稍后再进行解密 接下来看第二张预告截图当中的 面具天文的内容 第二张预告截图就太牛了 是面具天文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的头部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看到他的身体之后 就知道他糟糕透了 手臂的部分被红颜灼烧 装甲的部分也有损伤 尽管看得不是太清楚 面具天文是在使用 他右手的空间踏陷炮 是能够辨别出来的 另外面具天文的一只眼睛 光亮度比另一只要低 不知道是渲染的原因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 不可预料的事情 这个很难猜测 这张预告截图透露的信息 比较多 之前已经解析了 泰坦电视人在马桶人 第77级PAR3里的表现 不尽人意 也就是反向提高了 面具天文的战局优势 结果他在预告截图中 表现出这样一副惨样 这正好就与大崩埋下的 伏笔联系上网 要么是音响人的秘密 舰队出动支援 要么就是刚刚结盟的 昆曼回来报仇 不知道你们更倾向于 那种发展 赶紧投票 因为接下来 就要揭开谜底了 不过在正式揭开谜底之前 我们还要说一下 在面具天文的预告截图里 同样存在字符 虽然字符更多一些 但是组合在一起 仍然无法得到 所有内容的全貌 我们仍然无法得知 大崩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只能去看第三张 预告截图的内容 而我预测 这张预告截图的内容 正好能够解释 面具天文被揍得很惨的原因 这张预告截图的内容 可以封神 虽然没有展示 这个角色的全貌 但是光凭他的脸型 和好看的蓝色的眼睛 就能知道 他是马桶宇宙里 最强的Boss昆曼 更别提 他之前被太太音响人 给戳下的油眼 更换成了一颗能量光球 给人一种 机械终结者的感觉 昆曼的出现 让人心神紧张 很容易让人忽略 这张图中 包含的隐藏的因素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位于昆曼脑袋 左右两侧 有正在蓄力的能量炮 回看之前 昆曼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 所佩戴装备对比 他头上佩戴的小型武器 终于被取消掉了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到 昆曼的改进是巨大到无法 想象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昆曼的背景 也是被火焰包裹 但是透出的感觉 却是他从火中穿出 鉴于预告截图 不一定是主视角的角度截取 加上主视角 也无法如此近距离地靠近昆曼 怀疑这是一张 远景镜头的可能性更高 这是从画面中 能够得知的信息 再多就是过度解读 所以我们在这里打住 来看真正重要的内容 就是下面的提示 在凑齐了三张预告截图之后 终于终于终于 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那就是 to seep's head 翻译过来 就是领先两步的意思 从领先这个词 我们就能够联想到 泰坦电视人的计划 这个发生在 第77集之前的 小彩蛋的标题 大崩已经直截了当地 透露了这个线索 在弄玄虚 但是领先两步这个提示 一共出现在三张预告截图 就可以理解成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计划 而他们每个人 都认为自己的计划 领先了两步呢 我们无从得知 最终领先两步的赢家 到底是谁 但是我们可以用 有限的线索 进行一些大胆的猜测 来提前预测出 大崩的布局 这是我个人愈见 有不同想法可以提出 首先 我们依此排出三个角色 为了灭掉对方阵营 所做的第一步计划 泰坦电视人的答案 最清晰明了 大崩直接给出来了 他要引出天文的战士 帮助监控人 3.0小队撤离 这个目标已经实现 剩下的我们稍后再说 天文的不太好猜 因为他们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找到 泰坦监控王并干掉他 一个是引出 泰坦电视人 然后干掉他 泰坦监控王没有找到 但是泰坦电视人出现了 天文的目标 也算是实现了 剩下的昆曼的计划 最不好猜 我只能预测 第一步就是和监控人结盟 获得盟友 争取自己发育的时间 在预告截图当中 他出现了 证明计划也成功了 那么剩下的 就是预判对方的预判 才能算得上 是领先两步 泰坦电视人 极有可能是将计就计 埋伏了帮手 我之前有提到 可能是泰坦音响人 或者是音响人的舰队 又或者是与自己 最痛恨的昆曼联手 面具天文也是如此 不过他不需要 这么多花招 因为对自己的实力 非常自信 他领先两步的达成目标 就是引出更多的泰坦 或者昆曼就可以达成 而昆曼就复杂很多 监控与他联盟 可以保证 在战时不在背后捅刀子 但是昆曼完全没有 这样的束缚 在争取到发育时间 完成升级后 为了能够用最小的损失 消灭掉更多的敌人 他完全可能背信弃义 不过这一切预测 只是非常肤浅的 一表面线索 做最直接的解析 真实表现起来 无非还是你打我 我打你的重复画面 我严重怀疑真正的领先两步指的是 大崩本人会在第77集里 继续爆料马桶宇宙的真实历史 但是又不说得太明白 依然是类似一张照片 一段录像式的交代 持续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变得跟个撬嘴似的 心仰又无奈 以上就是本期预告截图的 所有解析内容 感谢大家的点赞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